胡立军的全名是消失的胡立军 蒋老师的陈明座就是消失的系列 只有你都能联想到 想想看 在这个世界上 还能有谁比江雨晨更了解你 如果要有一个人 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住你的文风 那就只能是江雨晨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早该想到的 你再说一遍 轻而易举模仿住舅船的文风 埋得谁呢 谁可遗憾 江雨晨 我还大言不惭地说 胡立军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还每天去跟他吐槽 圈子里的画手和作者 因为我以为他是圈外人 而且我还在他面前 讲了很多你的观点 别傻了 我才是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所以你才在否认自己就是 胡立军的时候如此铿锵有力 在我在帮你拼命卖书的时候 你和江老师竟然把这种 惊天大秘密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们俩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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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的头我 我 怪不得 怪不得我说了我喜欢胡立军 但江老师还是要继续追求我 原来他们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原来是双向喜欢啊 你脑子 你也怀疑过我是狐狸君啊 你怎么不觉得我俩是双向喜欢的啊 咱俩喝完酒之后 不还做了这个那个的事吗 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那件事情了吗 而且你也没有像江老师一样 对我表白过啊 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兴奋的在这儿睡不着觉 然后明天早上打算一早就去 跟江雨晴表白说我也喜欢你是不是 这 这 你干嘛突然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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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突然生气